除了女排队员们的投票助力 那常宁呢其实也有一份特别的礼物 要送给我们这位获奖的嘉宾 对 那介绍一下 这是一颗我们国家队队员签名的排球 这是我的签名 我们也是非常的能够揭晓这个奖项 非常的激动吧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颗排球 把我们的女排力量传递给我们这个喜爱的歌手 那这个特别的礼物真的是太有意义了 我都非常的喜欢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 哪位歌手最受排抄队员们的喜爱 能够获得这个特别的礼物呢 有请常宁揭晓 好 咪咕会最受排抄队员喜爱歌手奖 Jim邓紫棋 恭喜邓紫棋 恭喜 接下来有请常宁 把我们这份特别的礼物 送给我们获奖的歌手 请主舞台 接住我们的这个特别礼物吧 主持人 我觉得我们这舞台真的黑客气太多了 怎么任意门都出来了 厉害 厉害厉害 这个奖项太难得了 对对对 我想说这应该是我人生得到过最特别的奖座 而且你知道吗 就可以想象他们现在打非常紧张的比赛 就是训练还有比赛的过程当中 会听你的歌会给他们力量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看VCR的时候我很想哭 因为其实不久之前我才刚进去电影院里面看了夺冠那一部电影 然后我看的时候我自己就流眼泪了无数遍我出来的时候眼睛都肿死了 我肿了两天就这个有点夸张 肿了一天 心情 心情激荡了很多天 反正真的真的真的觉得女排精神是就是特别感染我的 结果就是不久以后我自己拿到了一个全是他们签名的一个排球 我觉得太开心了 也希望你继续带来好的作品 然后给更多喜欢的人力量 而且其实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就是他们全部都是国家队的 就是这么厉害的 结果听我的歌 中国之光最爱 对很开心很开心 所以今天一会也要带来演唱对不对 对 现场唱歌给他们听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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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期待一下邓子齐用她的音乐传递给咱们中国之光这些姑娘们的力量 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也请这个邓子齐准备一下我们期待你的精彩表演了 好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自齐谢谢